一幅画就像是一出戏 一笔一画之间呢 也就像一句一句的台词 持笔的画家呢 就像是一个导演一样 导出许多属于人生的戏 在一栋一栋 耸立的高楼大厦间 靠着几间低崖成就的 违章建筑 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大楼呈现的是 现代文明的前进与希望 而违章呢 则是过往的停滞与感伤 现代与过去 穿梭在时空的河流里呢 有起有落 有喜有悲 互相纠缠得难分难解 在结比临次的防射之中 是一种层层交替的时代 新与旧的对比 不再是那么刺引了 它毕竟只是一个并存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总要过去的 欢迎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 就注文 从比较去顺養 养敬本 颜色 人家 正在旁 惊态 人家 互相 互相 人家 乎 人家 欸 欸 欸 我們就是青春的 台山的騎高 在一村到台北 實在讓人好祈禱 無論聲鼓音 山東門 人山人海 麻麻死 大家就是笑眉眉 喔喔喔 我來感到爽快 無想躲回去 躲回去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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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她ости shock 初年 我的夢中 那就是我的鼓聲 scent欲癲癲癲 projects 看一下欲癲癲癲 technology 暗閃廟口聽大人風風 這公公子本時代他最改用 他沒唱到夢春風 他就是我的故鄉 生氣到我的故鄉 讓我意志堅強 在我的打拼佛道親生中 你就是鼓勵我最大的靈魂 對境遲雄爭阿空 我既來不痛不痛 總有一日我的心講 路回去我的故鄉 嗯 想起著我的鼓響 讓我依一件雕 在我的打拼 吞倒人聲調 你就是鼓勵我 最大的力量 有幾境處 雍爭啊空 我去來普通普通 總有一日 我會成功 都回去我的鼓響 詞曲 李宗盛 木頂柱朱ığı 是天isten 人敢就會 FX Hell das 遊踩的歌劣加恩外 長生 這生雜無中的出水 風氣比倫氣裡 嘴大事啊三里 既然你 你來牽涉我 既然你換我擲擲你 希望我 自己一生來嘴地去 朋友 朋友好朋友 是咱們先講的本錢 風氣比倫氣裡 嘴大事啊三里 既然你 你來牽涉我 既然你換我擲擲你 希望我 自己一生來嘴地去 朋友 朋友好朋友 是咱們先講的本錢 中國文學家王鼎君說 故鄉 故鄉是什麼呢 所有的故鄉都是因為異鄉演變而來 故鄉也是祖先們流浪的最後一戰 但對後代的你我來說 故鄉卻是流浪的開始 讓我們一起來聆聽《鄉愁似韵》 品嘗鄉愁是一種苦澀的幸福 畢竟遠去的是空間 而拉近卻是時間 我們走過北京很多的古蹟 北京是八九百年的帝都 所以呢整個的這個歷史的記憶啊 都在這些我們的心裡啊 都在我們走過那些地方的時候 重新就活起來 特別是譬如說在重慶 那麼我們就到了這個廬山 廬山 那麼老總統啊 當年他就駐弊的那個地方 那麼我們到了他的辦公室 我們看到了他當時的臥房 都給人家參觀 馬上那個我們在書上讀的東西 都活起來了 所以怪不得我們原來那麼不愛讀書 因為那個東西都是死的 看到了那個真的事情啊 就非常的感動 過這個長江看到了赤壁 看到赤壁 你想那個早上七點鐘 我就沒睡啊 我在甲板上面 後來旁邊說 那個大陸上那個船員說 這就是赤壁 哇那真是感動的不得了 再過去他說 那邊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昭發白帝城啊 就是在那個地方 再過一個河口啊 那是王昭君的故鄉 你想想看這些故事 然後這個高堂神女會 烏山雲雨的那個烏山 它一直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所以我想我們回大陸啊 不要老是去採購 那個是做冤枉事情啊 先讀點書到那兒就很快樂 我這說不完了 不過我是覺得一個人的故鄉啊 倒不一定要鎖定說是 跟你一定要有什麼血緣的關係 或者是所謂文化的關係 因為台灣的成長的人的這個文化觀呢 是非常遼闊的 我到紐約的時候 那開玩笑 我們過去對紐約看了多少電影 看那個Woodie Allen的電影 然後就說你看 喔這就是63階 那個是72階 這是42階 然後我就住在那兒住了兩年多 快三年 那難道紐約不是我的故鄉嗎 啊 Mahatton 我現在去的時候真是故鄉 我就在想在那邊買個房子 我都可以一直在那邊終老 所以到了這個夏威夷 夏威夷跟我可是一點關系都沒有 可是那樣子的山水啊 合乎我們自然的性情 也是故鄉 您這個足跡踏遍了這個很多地方 你這個叫鄉愁 也有不愁的鄉 也有不愁的鄉愁 對 那去過這麼多地方 踏遍這麼多的土地 我想請教您 那這個故鄉這兩個字啊 剛剛您提到 可能在您心目中 內心深處覺得這兩個字的意義 我認為文化的含義跟作用 超過它在實體上面的一個現象 如果我們認識那個地方 我們就會對那個地方產生感情 所以所謂之的異鄉人呢 也是指在文化上面 對於族群某一方面不能認同 因此也可能就是說 在某一些場合裡頭 你今天把我弄到台北的某一些場合裡頭 嗯 我想我就變成了很像 嗯 所以這個 可是把我丟在國外 丟在紐約什麼地方 哎那種小小的酒館 有那種很棒的爵士樂啊 聽著那個爵士樂的鋼琴彈彈 我們那邊搖搖擺擺的 應該是一種故鄉的舒適 可能就是這個故鄉的意義 也要讓我們生理在其中 感到非常的舒適 宜然自得 對 對 那今天呢 聽您講了這麼多 給我們感受非常難過 處處都可以做故鄉 只要舒服都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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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怕自己太过投入 故意迷迷糊糊 喜怒哀乐都要我替你做主 有些无处 有些倾途 你要说清楚 不要让我以为你也在付出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毫不在乎 任自己在爱里反反复复 把感情当作是偶遏的一丝糊涂 别再背着我哭 说你多苦 谁都要放弃无聊的包袱 再开始任何一切 我们最好结束 别再背着我哭 说你多苦 你只关心自己的幸福 我不会轻易地让自己平静的心 在随着你起伏 你只不好 有些无助 有些倾途 你要说清楚 不要让我以为你也在付出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毫不在乎 任自己在爱里反反复复 把感情当做是偶尔的一次糊涂 别再背着我哭 说你多苦 谁都要放弃无聊的包袱 再开始任何一天我们最后结束 别再背着我哭 说你多苦 你只关心自己的幸福 我不会轻易地让自己拼尽的心 再随着你欺负 古代女子的多情 始终造就的是空于恨 泪成行 而今额眉珠眼改 胭脂味也蜡重 这种代表了女子风韵的胭脂 也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儿女私情了 现代新女性性格鲜明 面对感情不再无语问苍天 而是感爱 感恨 忠于自己的自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